河间生 话说河间县有个书生 在自家的场上积攒了一个像山丘那样大小的麦阳朵 家人天天从朵上撕麦阳烧 日子一长 把朵上撕了个洞 有一只狐就住在这个洞中 经常变化成一个老翁 去拜见书生 一天 狐又变化成老翁 请书生去喝酒 到了麦阳朵前 狐翁拱手请书生入洞 书生很为难 狐翁再三邀请 书生才钻了进去 进洞一看 只见房屋走廊 华丽宽敞 坐下后 摆上来的茶 酒都芳香无比 只是日色昏黄 也分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 喝完酒 出来再同头一看 又什么都没有了 狐翁经常在晚上外出 直到第二天一早才回来 谁也不知他去了哪里 问他 便说是有朋友请他去喝酒 一次 书生请他带自己一桶前去 狐翁不答应 书生再三肯定 请求 狐翁才同意 挽住书生的胳膊 快如疾风地往前行去 走了有做炖饭的功夫 来到一个城市 二人走进一家酒店中 只见客人很多 一桌一桌地聚在一起喝酒 一片喧闹声 狐翁领着书生来到楼上 往下看下边喝酒的人 桌挤上摆着的菜肴都历历在目 狐翁自己下楼 任意取拿桌上的酒果 捧上来让书生吃 喝酒的人静一点也不察觉 过了一会儿 书生见楼下一个穿红衣服的人桌上摆着金局 便请狐翁去拿 狐翁说 那人是个正派人 我不能接近他 书生听了这话 心里默想 胡跟我交友 一定是因为我有谐心的缘故 从今往后 我必定要做个正派人 刚想到这里 忽然身子不由自主 头一晕 从楼上掉了下去 楼下喝酒的人大吃一惊 都吵嚷起来 以为是妖怪 书生仰头往上一看 哪里有楼 原来刚才是在房梁上 书生将实情告诉了众人 众人审知他说的是实话 便给他路费 让他走了 书生问众人这是什么地方 得知是山东于台县 离河间县已一千多里路了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